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小时候经常被同学问一个脑筋急转弯 情人眼里出细尸,那细尸眼里出什么 今天女神就为大家带来的是 女友在我眼中是毒蛇的短片 杰克和安妮是一对情侣 她们正在餐厅里面用餐 隔壁桌的三个美女吸引了杰克的注意 特别是梅琴木秀的小粉 深情对望的那一眼 但是安妮就在身边,杰克也不敢肆意妄为 而他们的桌上还有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这可是杰克最喜爱的玩具啊 这时安妮拿出了杂志 让他帮忙看上面的衣服 好下一次逛街的时候买来 安妮讲的津津有味 杰克却只顾把玩身边的小仓鼠 小仓鼠还趁他们不注意 摇坏了安妮的杂志 安妮生气的一巴掌就甩了过去 这一幕让杰克心疼至极 为了防止安妮再一次发疯 杰克把小仓鼠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但是此时的安妮在杰克眼中 就像是长着尖牙的怪物 灵珠的美女看到他们吵架 就偷偷的窃喜 而小粉则表示自己要去厕所 杰克此时的心都跟着小粉走了 仿佛忘记了身边的安妮 最后还是服务员端来了食物 才让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结束了 突然杰克发现小仓鼠跑到了桌子下面 当他去抓小仓鼠的时候 小仓鼠竟然跑到了小粉的手中 看到这么有爱的小粉 杰克陷入了恋爱的漩涡 想象着他们一起看海 一起拍照 一起买衣服 一起游玩的场景 杰克还送了小粉定情信物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 可是现实之中的杰克 还在玩着小仓鼠 在安妮的指责声之中 小粉和闺蜜已经离开了餐厅 看着心不在焉的杰克 安妮拿起了小仓鼠 让杰克丢掉 突然小仓鼠咬上了安妮的手指 被咬疼的安妮 一把把小仓鼠甩到了地上 看着没有生命体征的仓鼠 杰克很是伤心 没有得到安慰的安妮 化身成了一条蟒蛇 向杰克袭来 吓得他赶忙躲进了厕所 就在他认为自己安全的时候 却发现手中的仓鼠 变成了手机的模样 里面还有着他和安妮恋爱时候的点点滴滴 这时候的他才发现 安妮也是有可爱的一面的 听着门外痛哭的安妮 杰克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打开了门 来到了安妮的身边 是啊 曾经的安妮也是可爱动人的 只是因为杰克的眼中只有手机 而忽略了他的存在 所以他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感觉到愧疚的杰克 把定情信物带在了安妮的身上 并且紧紧的拥抱了安妮 这时候他们的心中 也开启了爱的小花 其实有很多男人 都会抱怨自己的妻子 没有之前的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可是他的改变 不正是你的忽略 和你的三心二意 造成的吗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